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哈喽 我是生动早咖啡的监制千文 在这里插播一则招聘信息 生动活泼旗下另一档节目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正在寻找节目实习生 欢迎对科技和商业前言话题 感兴趣的同学加入我们 你将在四个月的线下实习期间 积累和播客节目制作相关的选题研究 以及制作经验 另外 生动活泼也在招聘全职伙伴 最新岗位包括商务 节目营销以及人才发展 所有招聘详情 欢迎点击本期节目单集简介中的 招聘入口进行了解 期待与你成为工作伙伴 好了 招聘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 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 女商业世界 嗨各位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9号 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会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美国国会想要通过怎样的方式 加速通过TikTok玻璃法案 欧盟为什么不再调查 微软和OpenAI之间的投资关系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 我们要来回复的是一位听友安安 他关于新华书店的投稿 他说随着线上购书和电子阅读的普及 很多实体书店都在艰难求生 但与此同时 安安也发现在全国很多地方 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新华书店的实体店 所以他也挺好奇的 门店开遍全国的新华书店 究竟在靠什么赚钱 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他们为什么还能够坚持经营这么多年呢 那今天我们的咖啡豆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美国国会加快推动TikTok玻璃法案进程 根据纽约时报4月17号的报道 美国国会再次加快了TikTok玻璃法案的批准进程 美国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表示 他们将把TikTok玻璃法案 打包到了乌克兰援助计划中 想要通过国会的快速表决程序 加速法案的通过 法案预计会在周六获得众议院的通过 不过和众议院此前通过的版本相比 新的法案给了字节一年的时间来出售TikTok 比原本的165天更长 另一方面TikTok最近也正在测试一款新的应用 TikTok Notes 这是他们针对竞争对手Instagram 推出的照片共享应用 The Verge的报道显示 TikTok Notes选择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行内测 但是除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外 TikTok Notes和Instagram的差别似乎并不明显 欧盟将不再调查微软对OpenAI的巨额投资 根据彭博社4月18号的报道 欧盟将不再调查微软对OpenAI的130亿美元巨额投资 原因是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认为 这项投资还没有达到收购的标准 而且微软也无法控制OpenAI的发展方向 今年1月 欧盟表示会考虑审查微软对OpenAI的投资 另外微软和OpenAI的合作关系 也引起了美国和英国反垄断机构的注意 彭博的分析认为 微软和OpenAI合作的核心是算力 运行ChatGBT需要大量的算力 而微软是全球三大云计算提供商之一 微软的其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 亚马逊和Google 也在积极地投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波士顿动力的人型机器人Atlas 转向纯电动 4月16号 知名机器人公司 波士顿动力正式宣布 发布已经超过10年的 液压驱动机器人Atlas退役 随后第二天 他们又推出了纯电动版的Atlas 视频当中 波士顿动力展示了新版Atlas 从平躺到行走的各种动作 新款的Atlas和旧款相比更加的灵活 部分的关节旋转角度 也比人类更大 这款人型机器人最初发布于2013年 36克的分析认为 液压系统存在能量效率不高 维修成本高昂等的问题 难以实现商业化和产品化 波士顿动力表示 纯电版的Atlas将会在明年早些时候 在现代汽车的工厂开始测试 并在几年之后正式投产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阻止 Coach的母公司Tapestry收购Capri Holdings 也就是Michael Kors的母公司 根据纽约时报4月17号的报道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就是FTC 可能提起诉讼阻止奢侈品公司Tapestry 以85亿美元收购Capri Holdings Tapestry旗下除了有Coach 还有Kate Spade和Stuart Wiseman 等等时尚品牌 而Capri则控制着Michael Kors Fasas和Jimmy True 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合并后的公司将会成为 全球第四大奢侈品集团 在三年内节省2亿美元的 运营和供应链成本 和LVMH和开云等等奢侈品巨头 展开竞争 尽管这笔交易已经获得了 欧盟和日本监管机构的批准 但是FTC认为 如果Michael Kors和Coach 归属于同一家公司 那品牌之间就不会再有价格竞争 产品会变得更加昂贵 FTC的五名委员 预计将会在下周开会讨论这笔交易 阿斯麦一半的光刻机收入来自中国 4月17号 光刻机巨头阿斯麦 公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 他们实现了营收56亿美元 同比下滑了大约两成 彭博的分析认为 由于智能手机和电脑的销量下滑 台积电和三星等等公司的需求放缓 全球半导体市场仍然在缓慢的复苏当中 中国仍然是阿斯麦最大的市场 占到了他们一季度光刻机销售额的49% 这家公司预测 尽管受到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 但是一季度的销售数据表明 中国对旧光刻机的需求仍然在持续 另外美国政府正在向台积电 英特尔和三星等等芯片制造商 发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 来建造新的晶圆厂 韩国也在今年公布了耗资4700亿美元的 芯片制造中心计划 那这些还没有开工的项目 都将会增加对阿斯麦设备的需求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马上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恢复时间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恢复时间 我们的听友安安投稿说 他觉得现在大家在网上买书 或者是在手机平板等等设备上看电子书 都已经是非常普遍的 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 实体书店的经营好像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相比之下 在全国拥有众多实体门店的新华书店 这么多年来却始终屹立不倒 所以他想知道新华书店究竟是怎样赚钱的 为什么在实体书店越来越难存活的当下 新华书店还能够维持那么多线下门店的运营呢 其实和安安所感受到的情况一样 全国各地的确还分布着非常多的新华书店 根据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发布的数据 截止到2022年 已经成立将近90年的新华书店 在全国一共拥有13000多家门店 那相比之下 门店总数排名第二的西西府书店 在过去30年里也就开出了400家门店 新华书店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大范围的铺开 其实和它最初的诞生背景 以及后来的运作机制有关 1937年 新华书店的前身 新华书局在延安成立 当时他们除了要负责印刷和出版图书刊物之外 还承担着一些政府相关的职责 包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需要印刷货币 粮票等等一些特殊的物资 以及后来建立起文化传输和知识普及的图书网络 配合国家扫盲工作等等 所以跟随着国家规划和各地发展的需求 新华书店开始出现在全国的不同省市 到1979年底的时候 全国新华书店的门店数量就已经超过了5000个 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 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 新华书店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方面位于北京的新华书店总店 从事业单位转变成为中央一级的图书发行国有企业 同时各省的新华书店 也被转到由当地新闻出版局来主管 和总店之间则由原来的从属关系 转为业务往来关系 其次千禧年之后 为了进一步的适应市场需求和规范运作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又开始对新华书店进行股份制的改造 鼓励各地集团各自单独上市 在几十年的改革过程当中 新华书店的门店数量 也一路增长到了现在的一万多家 中国的实体书店虽然曾经一度达到七万家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电商的发展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实体书店的日子并不好过 有大量的书店因为亏损而倒闭 整个实体书店零售市场也处于负增长 但是和行业环境 以及同行们的现状不同的是 拥有众多线下门店的新华书店 它的盈利表现却一直都十分稳定 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新华书店的资产总额 已经增加到了2000多亿元 同时他们的税后利润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增长了11% 达到了130多亿 那在实体书店依然还在艰难求生的当下 新华书店为什么还能够持续稳定盈利呢 原因之一 以教材教辅为主要营收来源 教材教辅类图书 有数百亿的市场规模 也占据着整个图书销售市场 大约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而且这一类图书的毛利率 也比一般图书高出不止10% 整个出版业至少有六成的利润 都是来自于教辅书 我们以江苏省的凤凰传媒 和四川省的新华文宣为例 他们在2022年 只是靠教材教辅业务就获得了将近100亿的收入 根据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的数据 新华书店一半以上的收入 都是来自于教材教辅的出版和发行 那这背后和新华书店在教育领域的特殊地位有关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1951年到2001年期间 随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的第一版 中小学教材正式推向全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当时也正式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有权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机构 同时他们将教材发行的任务全权交给了新华书店 所以新华书店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国内中小学教材的唯一发行单位 2001年之后 政府对教材出版进行了改革 那这个举动虽然打破了原来人教社的垄断地位 但是有教材出版资格的地方出版社 依然保持了和新华书店的发行合作关系 所以说虽然新华书店并没有垄断教辅书的发行 但是他们在教育领域的地位 依然让新华书店在教辅发行上 占据了其他书店所不具备的优势 原因之二 零房租成本 同时出租门店空间来增加营收 对于实体书店的经营来说 房租是他们最大的压力来源 通常能够占到一家书店总成本的一半 而相比之下 新华书店就没有什么租金的压力了 因为新华书店既是国有企业 同时他们还和邮局等等单位比较类似 是城市内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所以各个地方政府在早期规划的时候 都会为新华书店划拨专门的用地来开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部分地产 不仅产权完全归属于各地新华书店所有 他们所在的位置也往往都是一个城市当中 最繁华的地段 地块面积也都还比较大 三十六科的报道显示 到2018年 全国的新华书店当中 有接近1000个门店的营业面积 都超过了1000平米 甚至还有50多个大型门店的面积 超过了1万平米 那作为对比的话 西西佛书店的单店面积 往往都控制在500平米左右 而这也就意味着 手上握有大面积城市中心土地产权的 新华书店 他们不仅没有房租的压力 甚至还可以靠出租门店内部的 赋予空间来赚钱 比如说如果你逛过新华书店的话 你一定会注意到 在新华书店里 时不时都能够看到那些 售卖电子磁点 学习机等等相关产品的柜台 其实这些柜台 也都是新华书店的租客 他们的租金 也为新华书店贡献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不过新华书店虽然赚钱不愁 但是这些年来 他们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 也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造和转型 比如说各地的新华集团 都纷纷推出了形象和经营模式 不同的连锁子品牌书店 包括广东的新华四月书店 河北的飞夜书咖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新华书店 对书店空间的内外设计 进行了主题翻新 逐渐朝网红书店的方向去靠拢 所以也想来问问你 你在选择书店的时候 更看重的是书籍多少 环境好坏 还是什么其他的因素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 由AI生产力工具 海螺AI提供的返布包 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将会对海螺AI 进行更多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 还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 搜索下载这款应用体验一下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你的使用感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授记Jack 实习生Stella 实习生Kiki 实习生六公 实习生Kelly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动画片《海绵宝宝》里 有一句经典台词 你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呢 但你可能没想到 还真的有人 把看似不可能的童话里的故事 变成了现实 海螺AI是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Minimax 推出的一款AI生产力工具 这款应用 接入了Minimax的 ABAB6.5大模型 不仅能够实现常文速读 信息检索 免费查询专业数据 图片识别 文本写作 等等AI应用功能 还支持英文对话 等实施语音功能 海螺AI的语音交互自然流畅 它既可以成为 跟你讨论辩论的伙伴 也可以成为 给你答疑解惑的老师 在我们与小海螺的对话中 就能解决 工作生活里的实际问题 与市面上多数AI生产力产品相比 海螺AI最特别的场景之一 就是可以帮助用户 练习英语口语 很多朋友学习英文的一大痛点 就是没有英语环境 无法随时随地练习口语 而行外教又比较昂贵 有了海螺AI 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 24小时随教随到的 免费英文教练 他可以提供 比如背单词 口语配练 英文题目讲解 语法讲解 等等全面的英文学习服务 你刚刚听到的 就是海螺AI 给到我的英语口语指导 可以听到 他的英文发音很纯正 没有太多的机械感 而且他也会根据 与用户实施对话的状态 评估用户的口语水平 给到不同程度的指导和反馈 不论是学生党 需要提升亚斯托弗的口语 还是职场人 需要英文面试 或者进行商务英语沟通 他都有适配 不同场景的练习方式 给到用户 除此之外 海螺AI 也可以满足创作者的 文案协作需求 职场人和科研人的 数据检索需求等等 总之 有问题找海螺AI 也希望海螺AI 可以帮助早咖啡的听友们 提升工作学习的效率 和生活的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